今天这些海鸥都在休息 你看这么多懒洋洋的整理羽毛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已经是7月份了 7月的2号星期天 今天本来没打算去冲浪 因为已经懒了很久了 所以动力不是很足 但是今天早上浪友发了个消息 然后后来就决定来了 在我出发的时候还是天晴的 然后现在到这边快到 这个Sail Beach 这边的话已经就还没有 就还在那边进来的时候 已经天是阴天 没有多云 就是没有阳光 平时的话过去的那么久 我是从2020年8月开始冲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说起来特别 就是遗憾啊 就是冲了三年还是那个样子 因为我每一次不管我冲的怎么样 我都把它录下来给大家看 其实最重要也是想让自己看看 整个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太难受了 就是没有什么进步 到现在感觉又掉回去了 甚至掉回去了 刚开始都不如的那种状态 所以今天就打算不录了 今天GoPro也没带 就打算不录我冲浪的时候的视频 然后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冲浪的一些感受和大家下聊一下 不管什么运动 不管是冲浪还是别的滑板啊什么的 最重要是在开始的时候你找准你的兴趣点 然后你要找一个上一个班一个训练班 把基础和把这个信心给建立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上课呢 是因为省钱当然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时我就特别确定冲浪这个 我一定能坚持 所以我真的是坚持了三年 我现在也不能说放弃的 我觉得最长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多一点 都会继续再冲 最密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冲两次 那平均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会有一次嘛 这样平均起来 所以坚持很重要 但是呢 问题是你坚持了三年 你的水平还很臭的话 那就很很会让你灰心和失望 然后最终你也觉得看不下去了 最后放弃掉 所以我就说 你最好要找一个班 一个培训班 好的教练带你一下 这样的话 你把基本功很多误区给避开了 然后你建立了信心 然后你也就会冲了 只不过你需要再继续坚持锻炼 让你冲得更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第二个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好的伙伴 至少有一个 如果更多更好 但是不太现实有那么多 你至少有一个好的伙伴能够跟你一起冲 然后一个是为了安全 另外的话相互督促 相互有个伴 然后要不是我有这个浪友的话 胡小的话 我相互之间我们可能都会早放弃了 因为你会遇到各种事情 然后有时候你自己不想冲的时候 或者说有一些犹豫的时候 对方正在坚持 他约你一下 你就去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今天也是 最近的几次都是他约我吧 然后他老师就是经常偶尔会受点伤 他经常他现在胳膊还痛 然后什么腰痛 有时候会停下来 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这些问题的话 不是工作方面的问题的话 他都还是蛮坚持的 比我坚持 我也还行吧 对 反正总之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浪友 相互督促 相互推进的话 会更加容易坚持和更好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体会就是 冲浪它是一个很好的断网的运动 因为你冲浪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拿手机 甚至听歌也不可以 是吧 所以的话 现在 就大家都很难断网 就是你 不管怎么样 有机会你都会拿手机出来 来看一看啊弄你的划一划 那 冲浪的话至少你有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是断网的 也是非常好 我觉得是一个对现代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还有就是冲浪的话 它的运动量挺大的 别看它就是在水里游游游 其实就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分享过 就是你冲浪两个小时 冲浪两个小时 你大概paddle 这个paddle还是蛮强烈的 大概你会连续的paddle个 你看像这样的我觉得会有个几十次吧 就是这样的频率的几十次当中 你每这两三个小时 你大概会抓20个到30个 或者剩40个浪 那你这个你看20再乘20或乘30的话 那就几百次了 600次的这个paddle了 那你就这样是600多次的动作 然后包括脚也在打 也在那个 所以这个运动量还是蛮大的 但它的又不是那么剧烈 只是需要你一些体力 可能有时候你从一个 从那个海滩这边要到浪的外面去 你有时候浪比较大 你的这个 你需要的那个冲击力要大一点 因为你不能停嘛 你要一下子出去 然后还有就是抓浪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的 你的速度起不来 你也被推不起来 所以这都是逼着你去运动的 然后你一旦冲起来 站起来追上这个浪 你会有这种非常大的喜悦和这种鼓舞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荷蒙 不是这个叫什么多巴胺啊什么之类的 也会让你很喜悦啊 让你会想再去 所以有时候会不断的就是再再去再去 这个冲的还可以 但是不太好 我想再冲一个更好的 就这样让你不断的去那个尝试 还有就是在水上的运动 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 只要你要选择适合的海滩 初级的话 你不要选择那种浪太大 然后有礁石 那种地方 还有就是stingray 那个黄绍鱼 那个你要避免 不要被炸到 这个都是可以避免的 那你总体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所谓的鲨鱼的话 我们还没有遇到过 因为一般你在初学者的那个区域的话 那个鲨鱼也很少 或者没有 这个鲨鱼其实它也怕人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 一定的知识你要掌握之后 还是很安全的 还有最后一点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冲浪的那个成本非常低 你需要投入的就是 一件Y-Suit或者两件 你可能更冷的时候和平常的时候 两个不同厚度的那个Y-Suit 还有就是一块冲浪板 那你一开始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或者说是泡沫板 这些都是比较便宜 像我这块板的话 这块板的原价是100多块钱 那我160到180左右 那我当时买的其实是新的 但是是一个二手网站 是那个Offerup 那个网站上面买的 当时只买了 花了65块钱 买了一个新版 所以的话你是有办法去找到一些好的东西的 甚至旧一点的 你买来也是划算 我刚才那个是可遇不可求 真的你可能你再也找不到这样 65块买了一块新版 当时那个薄膜都还在 还有就是你看我这块板 这块是玻璃纤维的一个板 这个刚买 这块板其实不错的 短板 才25块钱 所以你 哪怕你 当然你一开始可能用不上这种板 你一开始就这种板 你看你花个180 然后Y-Suit大概100多200块钱 就够了 然后剩下的话 你最多有些地方的海滩 是需要停车费的 每一次6块钱左右 三个小时 那像这个 这个海滩就这个 Sunset Beach 是不用停车费的 所以我们冲的最多的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停车也很友好 冲水啊 洗澡啊 也非常方便 停车 人也不是太多 所以就是冲浪的这种设备要求啊 各种条件要求不是那么高 那也很容易让你去加入嘛 如果是比如说滑雪 你的设备要求还要高很多 还有条件限制 你不可能一年 一年也就是说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滑雪 但冲浪在洛杉矶你可以冲 12个月都可以冲 最冷的时候我们也冲过 我们一直都是冬天有在冲的 OK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今天就不拍我冲浪的视频了 不让大家恶心了 然后我待会有可能我拍一下别人同样的视频 OK拜拜 今天来吹个牛 刚刚冲完 不是说不拍吗 本来今天 其实水上也没有拍 没办法拍 没带 反正是这样的话 今天冲的挺好的 可能也没法证明 但是确实冲的还不错 二二三年冲的三四次来说最好的一次 其实也不是我冲的多好 是浪 今天浪还不错 比较平缓不大 所以到起来的还挺多 挺开心的 这段路 今天停车停的比较远 然后这段路走草地还挺好的光着 还是挺好的 这些lerin滑的 很烦恨 是很烦恨的 是有这种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